福音哲也说,圣明说话,我们在家里都有镜子。 就说我们家里没有镜子,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手机的摄像头当做一面镜子。 所以基本上大家每一天都会再照一下镜子。 在我们离开家之前,我们都会照镜子看一下,不然我们就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那照镜子会让我们更好地来明白自己。 因为我们要确保在出门之前,自己是得体的一端是整洁端正的。 如果我们不照镜子,我们就看不出自己脸上有没有肮脏的东西。 或者我们的头发是不是凌乱的。 刚才我来的时候,我就是骑摩托车来的,所以来之前要先去镜子里照照,确保我的头发是整洁的。 那对于姐妹来说,没有镜子的话,这样化妆就更艰难了。 但是镜子只能帮助我们看到外在。 那怎样才能反映出我们的内在呢? 那我们需要另一种镜子来反映我们的内在。 那有些人说,我们可以用别人当作参照,像镜子一样来审视自己。 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身边有许多人是有好品行的。 他们很有爱心,然后非常谦卑,也有善心。 那我们通过这些品行比较好的人做对照的时候。 那我们会发现其实自己还有许多可以提升的空间。 不只是正面的,那也是从负面的。 那有时我们看到别人的弱点或软弱之处, 那这也有可能可以成为我们一种动力让我们自己前进。 因为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作一面镜子,看一下我们自己是否也有犯同样的错。 我们自己是否有一样的不足之处或弱点。 所以当我们用另一个人做一面镜子, 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 在那个人身上都有我们可以学习到的。 问题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就是首先我们不知道我们最好的榜样是谁。 那其次,不论这个人多么的完美,他也是会有自己的弱点。 那我们属灵这面镜子来说, 我们只能照一个完美的榜样。 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完美的这面可以反映我们的镜子是谁。 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只能用耶稣作为我们属灵的镜子来审视自己。 我们翻开雅各书第一章。 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二十二节。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二十三节。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那雅各长老在这里告诉我们, 当听道的时候,其实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一样。 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明白神道的真理, 就好像他没有这一面镜子来反映自己的内在。 要是没有镜子来反映自己的内在,会导致我们高估自己。 我们可能会高估自己,变得非常的骄傲和傲慢。 那我们只在乎的就是自己的虚荣心以及希望别人来夸奖我们。 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十二节也说到, 凡自高的必降违背,自卑的必升违高。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神的话语来审视自己, 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骄傲或傲慢。 那事实上,我们不应该这么在乎别人是怎样看我们的。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神怎样看我们。 别人怎样看我们是其次的。 那神怎样看我们就是我们如何用属灵的镜子来审视自己。 所以当我们用神的道来审视自己,就好像神在看待我们一样。 如果我们可以实现神对我们所有的要求每一点, 那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会成为完全人。 James 1.23 说:"If anyone is a hero of the word, he is like a man observing his natural face in a mirror." 一章的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因为听道了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 那这里道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翻开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 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祂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约翰长老就见证说耶稣是道。 耶稣他自己也有说过,祂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若不借着我,就没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真理。 所以神的道就是真理。 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也是道,就是道成肉身。 所以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他的思想这些都是反映出神的道。 如果我们可以完全地效法他, 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会是完全了。 不论如何,如果我们不熟知耶稣,我们就无法地完全效法他。 我们要非常地了解他,我们才可以像他一样。 意思说我们需要来明白真理。 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真理。 所以当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审视自己, 就像我们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一样,而且祂在观察我们。 我们翻开哥罗西书第三章。 8-10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缓,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照祂主的形象。 第九节说,要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如果我们可以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因为第十节告诉我们,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我正在想说,如果我们把我们老人用的事和新人用的事, 就只会明白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知识会是日常更好。 所以只有我们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然后穿上新人, 这样我们对于造物主的认知才会每日增长。 如果我们对于神的认知不够清晰,就好像我们站在一面非常模糊的镜子。 如果我们站在一面模糊的镜子的面前,就无法清楚地来审视自己。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看得到神,并且更清晰地来认识祂, 就像我们站在一面非常明亮、非常清晰的镜子面前。 不论如何,有人需要做这两件事来自我提升。 首先,他需要意识到自己在属灵面前到底长什么样子。 其次,当他知道他在镜子里是什么样的时候,他需要采取行动。 所以,就像我们在镜子里面看见自己。 如果我们没有做任何事,当我们看到有任何灭在我们的脸上, 就很像我们看到脸上有一些安粘的东西,但是却不采取行动。 我们看到自己的头发是凌乱的,但是还是置之不理。 就算我们站在镜子前好几个小时,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善。 但是如果我们采取行动做一些调整, 我们才可以成为那面我们想要看到的。 今天和明天,我们变成两个内派的人。 我们变成更好。 那今天和明天我们的内在我就变成两个不一样的人,我们每日都变得更好。 那做出调整也是需要耐力的。 像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要努力进天国。 如果我们不努力,在一切事上都随意,那其实我们在信仰上并没有付出太多的努力。 那我们也没有足够地通过神的话语来审视自己。 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短处。 这是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所提及的。 我们需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不然我们就是在欺哄自己。 就像我们只听到,意识到自己的短处,但却不做出任何的调整。 即使我们认识主十年,二十年,我们其实还是同样的旧人。 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十一到十二节。 十一到十二节。 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成了人之后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意思说,我们在树林上是成熟的。 我们刚刚受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灵性就像是在基督里的一个孩子。 我们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但是在信主许多年之后, 如果我们还是像孩子一样,这就不合理了。 除非我们缺乏一些成长的维他命。 在信主许多年之后,按道理来说,我们当已经成长了,话语不应该像孩子一样。 那我们的心思或思想也不应该像孩子一样。 比方说,刚开始我们刚知道或在寻求真理的时候, 那会中的许多人就会给我们不少的注意及关怀。 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许多信徒会伸出援手。 那这个时候我们感受到教会中的大爱。 那我们的心是深受感动的。 那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孩子的一个状态。 当我们灵性成熟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只望说一直做接受的这一方。 因为我们知道师比受更与有福。 因为我们知道师比受更与有福。 因为我们知道侍奉神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比起来别人侍奉我们来说是个更喜乐的事。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意思是说我们在属灵上已经成熟了。 然后我们已经丢弃了孩子的样子。 或者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非常期待神给予我们物质上的福气、恩典。 但是当我们在灵性上成熟的时候, 我们思想以及我们所作所为的角度都转变了。 那我们会知道,其实最好的就是得到基督。 那就算我们没有从祂那里得到任何物质上的祝福, 我们还是愿意来持守。 虽然说我们在生命中还有遇到许多的试验和难题, 但是我们还是愿意亲近神。 我们的心还是依然是充满喜乐的。 那如果我们得到基督呢,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 那物质上的事情是物已经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通过神的话语来审视自己, 我们就永远不会发觉到自己的短促。 可能我们还没有发觉自己还没有脱掉旧人。 当我们不够了解自己,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可能自己会认为自己已经过好了。 那我们通过身边的人作为一个参照,就认为自己已经主过好了。 我们认为自己已经过好了,甚至比身边的人更好。 那比方说我们有来参加安息日下午的聚会。 那我们也有参加星期三晚间的聚会。 那我们就感觉非常的良好。 那事实上是好的。 但是我们就非常满足于此。 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守安息日了。 因为我们是通过我们身边并没有积极参加安息日聚会的人来审视自己。 那这些人他们可能星期三晚间聚会也没有来。 那我来,我出席星期三晚间聚会以及安息日聚会,所以我比他们更好。 但事实上我们还有许多的短促。 如果我们通过神的话语来审视, 我们会发现自己离完美隔得很远。 我们会发觉可能自己还没有出席一整天的安息日, 参加团期活动。 不止于此,我们也要来释分神。 还有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来审视自己来拖下旧人。 如果我们开车子,然后没有镜子呢,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我们看不到盲点。 不只是这样,我们会让自己跟他人都陷入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 因为我们就看不到我们车子两盘来宽的车辆。 那我们就可能导致我们车转上其他的车辆。 同样的,我们都有短促。 我们都有自己的盲点。 所以我们需要一面属灵的镜子。 我们需要通过神的话语来审视自己。 。 如果没有属灵的镜子,我们不只是会伤害到自己,可能也会危害他人。 当我们觉得自己够好的时候, 那其他人告诉我们自己,我们的短促时, 我们有怎样的反应呢? 可能我们变得生气,然后很不开心。 因为自我感觉已经很良好了,自己没有任何的短促。 所以当别人跟我们提出自己的弱点时,我们会变得非常的生气,不开心。 但是如果是通过神的话语来审视, 那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来谦卑自己。 我们知道也发觉自己有许多的短促是需要来改进的。 因为我们是通过神的话语,而不是我们周边的人来审视自己。 所以如果我们虚心接受别人所给予我们的意见,就是关乎我们的短促, 那我们会虚心地来接受。 那我们会竭力地来改善我们的不足之处,然后努力地像耶稣一样完美。 那亚哥书教导我们许多关于基督徒生活的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那在耶稣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因为耶稣就是道。 比方说,亚哥书一章告诉我们从试炼中受益。 信心经过试验就深忍耐。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遇到许多的难题及试炼。 同样的,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是面对许多的难题及试炼。 那魔鬼有许多来自魔鬼的试炼。 那主耶稣基督自己本身也是受魔鬼的试炼。 但是他得胜了,他用神的坏语来抵达魔鬼。 那亚哥书也告诉我们,我们经常是被自己的试炼所试炼。 我们看亚哥书一章十二到十五节。 人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人被试炼不可说,我是被神试炼。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炼,祂也不试炼人。 但个人被试炼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斩存就生出死来。 所以很经常的我们是被自己的私欲试炼。 比方说我们整个头脑想的都是钱财。 那我们被这个可以致富的欲望所诱惑。 虽然说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不要为自己在这地上积攒财宝。 我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但是我们只不过是听道。 听道而不行道。 然后我们还是因着自己的私欲以及想要致富的欲望远离。 然后我们不想要付出努力,只想要通过轻松的方法赚一笔快钱。 那我们就很轻易地跟随着别人或事上的潮流。 例如,我认为很多人认为我认为比特币。 可能我们听他们开始谈比特币,那自己也想要开始买。 虽然说我们知道这比特币不是真正的资产。 其实就像网络赌博一样。 但是我们不在乎,因为这是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富裕的一种方法。 我们想要变得富裕。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其实在比特币这世上是有亏损的。 那在这个时代,许多事情都是在晚善进行的,包括晚善赌博。 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有这么多的晚善赌博。 这是一个社会上的问题。 这是一个社会上的问题。 在印度尼西亚有这样的一户家庭,他们是跟我们所认识的一个人是亲人。 这个家庭陷入了大灾。 那他的父母亲都非常的压力。 压力和犹豫,因为他们欠很多人许多钱。 现在在印度尼西亚有许多线上的大灾。 在网络上借钱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 所以我在印度尼西亚有许多的亲朋好友都是被网络上的大儿龙所纠缠。 所以有这样的一户家庭,他们欠了一大笔债。 他们非常的压力,所以他们做了什么呢? 他们去到自己的旧家的屋顶。 因为他们之前是住在那里的,所以他们非常熟悉这个屋子。 所以这父母亲就带上两个孩子。 那这孩子只有10到12岁。 所以父亲的一只手臂就跟一个孩子绑住,然后母亲的手臂跟另一个孩子绑住。 然后一起跳楼自杀。 那这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新闻。 因为他要确保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包括他们的孩子。 那那个时候这是非常大的一件新闻。 因为他们已经无法继续来承担这负担。 所以如果我们贪心的话,这可能就会是我们的下场。 James chapter 1 verse 15 says that when the desire has conceived, it gives birth to sin, and sin when it is full grown, bring forth death. 雅各书一章十五节, 施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当然雅各长老所指的不是肉身上的死, 因为我们有一天都会死。 他指的是属灵的死。 如果我们观察耶稣在这世上的生活, 主也是面对着许多来自魔鬼的试炼, 但是他没有让这试探生出罪来。 如果我们阅读马太福音第四章, 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如何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 然后导致他得胜。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重复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所以这世界受这三件事所控制,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那魔鬼也用这三件事来试炼耶稣。 但是耶稣的心容不下这些事。 耶稣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要荣耀祂的天父以及行天父的旨意。 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一节, 使徒保罗就说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所以我们也要效法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像一面属灵的镜子。 我们越加地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更好地来反应自己,然后因此提高自己。 我们回回来雅各书一章的二十五节。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耶稣基督1章25节就解释了这有两步骤来帮助我们提升自己。 首先就是要仔细地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耶稣基督。 那我们怎样的更好来认识耶稣基督呢? 我们翻开哥林多后书第3章15-18 然而直到今日,每逢宋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众人竟然藏着脸,得以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容善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这里就解释了我们如何正确地来认识到主耶稣基督。 也就是,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众人竟然藏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无法意识到耶稣是神。 因为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这一节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寻求主耶稣, 同样的也有帕子在我们的心上。 16节,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 那这帕子是怎样的来出去呢? 17节主就是那灵珠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所以这个解答就是圣灵。 当一个人受圣灵,那就是等于出去了心上的帕子。 然后缠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那这荣光就是来自主的灵。 就变成主的形状,荣善加荣。 所以当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可以越加地来认识主耶稣基督。 然后我们也可以反映出主的荣光。 就是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不断地改进,然后变成主的形状。 所以要来通过神的话语来审视自己,我们就需要先圣灵充满。 如果没有圣灵充满,我们就不会明白神道的真理。 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 祂让我们来明白一切真理。 第二点就是回到雅各书一章的二十五节。 唯有详细观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醒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就是我们听到之后不应该忘了听的是什么,反而需要醒出来。 只有这样我们就会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我在这里结束正道。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起立唱诗364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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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